大家好 爱去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女神宋伟桥与男神玄冰是五元的前CP 不过两人分手后生活各自精彩 玄冰去年走入家庭与演艺圈立动力女神 孙一珍在短短一年内完成结婚生子的人生大事 玄冰圣哥当了新手爸爸 婚后相当顾驾的他俨然成为心好男人的代表 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满 神仙眷侣的模样献杀众人 宋伟桥人气火红手上大言接不停 宋伟桥算在前几年结束与宋仲基的短门婚姻 但出道27年的他工作表现亮眼 今年终于以黑暗荣耀中的复仇女王一角 夺下百想事后 再创事业高峰 深受精品品牌青睐的他 玄冰又以国际时尚卡的身份 出席上奥斯卡 女神气场每番全场 宋伟桥近来为厨房家电品牌代言 宋伟桥与玄冰都是各大品牌最爱的广告宠儿 手上我有的代言 横跨精品 服饰 保养品 居家等产品 近期两人不约儿童接下了家电用品代言 宋伟桥为韩国厨房家电品牌 SK Magic代言 玄冰则是接下另一食物处理机品牌 SmartCara的工作 目前两人的全新广告分别上线 广告内容呈现两种情况 许多网友看了笑说完全反映出真实生活情况 玄冰为食物处理机拍摄的广告 直进画面一开始 他卷起袖子 利落的绑起围裙 化身家庭主妇的他 讲解这产品如何有效 处理食物水分的优点 俨然就是平常有在帮忙做家事的好老公 反观宋伟桥同样为食物处理机拍广告 只见他穿着浅蓝色套装 优雅的坐在餐桌前 单手脱腮 震动着动铃大眼 光于想象跑出一堆食材 最后一幕 大到他悠闲坐在沙发上 让我又纷纷笑说 贵妇处理出鱼 也是不用自己动手 这座广告 巧合的反映了两个人的生活现状 离婚之后 事业再攀高峰的宋伟桥 活出了一副大女主的潇洒姿态 而玄冰则是成为了一名奶爸 全部的经历都在事业和家庭上 精心的照顾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这对曾经的过期CP 如今也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2008年 玄冰和宋伟桥被选作 KBS电视剧 他们生活的世界的男女主角 这是一部讲述 普通电视人的恋爱与生活的电视剧 玄冰与宋伟桥在这部戏里 都是扮演电视台导演 两个人在工作中擦出爱的火花 他们在片中有很多亲密的戏份 很甜 很自然 在片子里面 玄冰还把宋伟桥背起来 抱着做家务 两人的默契和甜蜜程度 让人们有一种看他们公费谈恋爱的感觉 在这部电视剧的发布会上 两人也是笼罩着甜蜜的气氛之下 玄冰和宋伟桥十指紧扣 看着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爱意 当时两人都只有27、8的年龄 都正处于美貌的鼎盛时期 他们两人可以称之为是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2009年8月 玄冰和宋伟桥所属的公司 官宣了两人的恋爱关系 当时他们的恋情在国外引起轰动 两个TOP级的明星相恋 的确是非常信眼球 但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2011年3月 两人官宣分手 后来的选宾又交往了新女友 姜素拉 不过也没持续多久就分手了 从如此云淡风险的恋情里 我们貌似看不出两人爱得有多深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宋伟桥出演《太阳的后裔》和宋仲基相恋 然后走向婚姻的殿堂 只可惜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半就劳烟纷飞 他与宋仲基前后加起来不到两年的婚姻 毫无征兆地走向终结 两人之间发展到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宋伟桥一度成为婚姻中的过作方 饱受网友们的道德和良心的谴责 他也尽可能地减少公开露面的机会 宋伟桥的人生似乎陷入了低谷 直到去年年底 宋伟桥带来《黑暗荣耀》 已经播出便登上各个榜首 火爆全球 并凭借此剧拿下百想艺术大赏事后 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山仗 宋伟桥摇身一变 成了韩国片酬最高的女性之一 她和全志贤并列成为韩剧最高片酬女王 据相关资料显示 宋伟桥出演《黑暗荣耀》时的片酬 单集高达两亿韩元 折合人民币每集一百多万 宋伟桥这个女人很神奇的一点是 当你觉得她职业生涯走到尽头了 她总会适时的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宋伟桥处理反弹的能力令人瞠目结舌 高潮与低谷并存 是宋伟桥整个演绎生涯的缩影 犹如过山车一般惊险刺激 却又次次有惊无险 细数宋伟桥出道来的这些年 事业不论高潮低谷始终如一 绯闻恋情如影随形却如谈话一线 宋仲基不是他的第一个男人 李炳宪 玄冰当然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毕竟韩国娱乐圈 至首可认的顶流男星任他合作 基本如今的他被封世后 依旧马不停蹄回到工作状态 当年并称为泰慧智 韩国演艺圈三大镇圈之宝的女星 如今金泰熙和Ring婚姻顺利 已经生下两个女儿 全志贤和崔俊贺也已经生下了两个儿子 前段时间全志贤参加活动 不获之年的他依然十分动灵 宋慧桥如今虽然没有金泰熙和全志贤所用的家庭 但他如今事业已经超过了两人很大一截 直到如今 宋慧桥依旧在打拼事业的路上 未来的一段时间估计还会如此 玄冰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玄冰手握我的名字叫金三顺 秘密花园等多部爆款 更凭后者拿下大赏殊荣 而孙医珍也手握恋爱时代 妻子结婚了 摩天伦等树不立作 是备受瞩目的事后和影后 在39岁的时候 玄冰和孙医珍一起出演了爱的破将 好演员成就好作品 好作品成就好演员 爱的破将大火全球 两位的爱火也被点燃 两位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对彼此的心意 两人之间的绯闻不断 但每次没有承认 或许是因为害怕沉浸在角色里 无法探究真心 剧中后的两位都不约而同 选择了冷静 但越是分开 越是想念彼此 临近40岁的孙医珍 终于勇敢接受了玄冰的求爱 出道21年的她 第一次公布了自己的幸福 同岁 同频率 三观一致 智取相同 势均立敌的事业 相同的学识和阅力 以及同样温暖友好的家庭关系 家人朋友 粉丝的一致支持等因素 都成了这段缘分的助攻 孙医珍的睿智和阳光 征服了玄冰 玄冰的踏实和温暖 打动了孙医珍 理性又美好的两位 果断选择携手一生 第二一年 在40岁到来之际 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当天的婚礼现场 玄冰穿着白色西装 高大帅气 紧紧地牵着自己的新娘 孙医珍 伸出一袭洁白的婚纱 披散着长发 美如仙女下凡 盼星星盼月亮的等到了今天 终于等来了这对甜蜜新人 走进新婚的殿堂 情之所至 孙医珍更是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婚礼上两位名字被肆意串起 他们用行动 把甜甜的偶像剧照进了现实 活成了大家期待并羡慕的样子 在两人席接连离之前 还有传出 孙医珍和玄冰复合的传闻 但那都是捕风捉影 显然 孙医珍和玄冰 都已经放下了过去 在玄冰婚礼当天 有不少好友去参加了婚礼 并且都纷纷送上了礼物 但是韩国媒体向来比较八卦 有记者也是联系到孙医乔 也是犀利的问起 有没有恭喜玄冰 孙医珍新婚呢 而孙医珍的回复很直接 两人格外的郎才女貌 格外的经久迷新 也格外的让人甜蜜微醺 相信今天的婚礼 一定会给两位新人 留下美好的回忆 随后 孙医珍调侃 但是恭喜玄冰 孙医珍新婚的事情 肯定要当面说呀 而且宋伟桥还说 你们现在应该马上去找 玄冰孙医珍要一起糖 这样的话 我的刀货也就到了呀 哈哈 原本被八卦的各种气氛 被宋伟桥这么一说 热搜又给玄冰和孙医珍了 哎呀 不得不说 乔妹的情商真的很高 不过现在的玄冰 已经成为了一名幸福的奶爸 有着幸福的婚姻家庭 而宋伟桥 也事业更上一层楼 宋伟桥和玄冰 也不过是彼此人生里短暂的重逢 孙医珍才是玄冰幸福的终点 而乔妹情商失意 事业得意 突然看到两个人相似的广告 让人难免想起了 过去的那些美好的故事 希望他们 都能在自己的生活里 幸福开心